金融民主席選擇 之前 金融民主席 金融民主席 我們希望南亞 可以把世界被包包 我們雖然沒有機會 再上一波 兩周的金融中間 董事長我們想要問一下 今天是第一次來到立法院 今天有沒有覺得有點震撼教育 還是你覺得跟你想像的差不多 我覺得 跟我想像中其實差不多 但是我只是沒有料到 我會被點名這麼多次 您今天早上才特地搭機 那麼是趕快回到台灣來 原本是請假的 那是什麼原因讓您覺得 一定要來到立法院 本來其實是因為機票的部分 有一點滿 那後來呢因為就是 我老公他有願意 大失血這樣子 所以呢我們就是真的趕回來了 然後我這次去 其實只有三個晚上 所以實質真的很趕這樣 你剛剛進來的時候說沒有很緊張 那經過剛剛這樣應該是有三位委員 點了你上台這樣子 有比較緊張一點還是還是差不多 你們覺得我有緊張嗎 我覺得就是平常心欸 因為我有心理準備 應該是會被點名這樣子 所以而且我也特別趕回來了 我想說如果沒有點到我 我可能還會有點寂寞吧 我覺得我們的國慶煙火 真的是辦得很用心 因為往年呢其實要跟往年比 因為往年是只有一個點燈 然後就是點一個小小的燈在那邊 所以今年呢其實我覺得 我們是走出了一大步 然後也很創新 然後也有這麼多的話題 然後呢我覺得最有鼓勵性的 就是我們在入館人數 其實當天10月10號的時候呢 台北101的入館人數呢 增加了56% 然後我們的觀景台的本國人 因為通常一般我們台灣的民眾 好像沒有那麼想要來觀景台 然後本國人的人數呢也增加了兩倍 對所以在整個新意計劃區來看呢 其實整個新意計劃區的人潮呢 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共融的狀態 有想到大家幫你找錢喔 喔 你說找錢喔 大家一直幫你找錢 官府 我覺得很感謝耶 因為我沒有想到 就是我們的立委呢 對我這麼的照顧 他們都會覺得說 好像應該要在預算方面呢 可以多加一點 所以明年的話呢 我想在這個部分呢 應該是會更精彩謝謝 因為這個你沒有穿這個台灣 台北在台灣 美國斯加哥 那因為剛好我們的中華民國的主權 最近也有一些狀況 那不知道就是您怎麼看 我覺得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 完全沒有任何的狀況啊 中華民國的主權就是我們啊